在2005年 我们认识了一个不与不动的小姑娘 2005年还选择 在那里就被你生存的欺验 那年我22岁 每一个周末 我都和一群朋友 放走在成都的街头拉票 春春你好 你还记得我吗 2013年的外面演唱会上 你把这把开启快乐之门的钥匙送给了我 在那之前呢 中枢神经细胞瘤 压迫了我的世神经 然后导致了我左眼几乎失明 今天把这把快乐的钥匙送给她 你快乐 所以我快乐 全场的观众都要为我加油 我突然就意识到 我要为了爱我的家人 以及朋友们 振作起来 感谢 我的心生有你 心生有你 说话好 谢谢 我的观众女儿 春春 我是小奶奶 我想你了 年纪大了 忘了许多许 但是 一直记着你 我会一直支持你 我会一直支持你 下奶奶 下奶奶让我特别感动 因为我从导演那里了解到下奶奶今年是91岁了 对 因为年龄的原因 所以其实下奶奶现在想把一句长句子 一气说下来 已经很累很累了 下奶奶是一直陪着春春在成长 对对对 但是当刚才看到她的样子的时候 她还和你记忆当中的下奶奶 是一样的吗 说实话不太一样了 她在我的那个印象当中是一位知数打理 然后也非常的精干的一个奶奶 跟我今天看到的她 也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但是从18年开始 因为身体原因 她没有办法再出现在春春演唱会的现场 但她一直是一个最铁的玉米 她这样的一个年龄 就希望她开心 然后也希望她的身体可以健康 好像没有别的 就是我觉得挺朴实的一个愿望 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 春春这十六年一直在不断地成长 当然也源于身边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 一直地陪伴 但是你也会发现 当成长之后 很多人已经把你作为了 人生的一个目标 或者学习的一个榜样 当你看到青春有你的那些 小伙子们的时候 会不会就好像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样子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相互的吧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面 虽然有很多人给了我力量 但是我也有非常孤独的时刻 在不断地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也打开了我自己很多 内在的一些东西 因为今日的这些孤独 因为今日的这些可能质疑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我反而希望在面对更年轻的孩子的时候 可以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一些能量 然后以及我可能过去经历过的一些东西 我希望能在未来可以做一个还不错的前辈吧 一三年的时候我记得你是在那个节目里 对着花花你可是说过 我坚信花花未来一定是可以创作出好作品的歌手 还有花花对对 第一次见到我青春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他是一个极其有魅力 并且气场极其强大的一个人 在我心里面他永远是我的导师 他是有点像是一个引路人 也一直是我的一个心里面一个行业的一个标杆嘛 对 谢谢 谢谢 陈珊老师好 我是潘红 哈喽 陈珊姐好久不见 我第15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 叫《燃烧法少年》 然后非常有幸可以在前面两轮的时候 被陈珊掌门给选中了 去了他的队伍 无论是从业务还是从人品 还是从品德上面 我都把它当作是我学习的一个对象的榜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 他对我说的 你经历的所有风雨 在未来来看都会是一种长远的馈赠 就会一起落泪 让我真的觉得你在我心里不只是一个酷酷的春春 更是一个暖暖的陈珊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像春春老师一样 成为一个散发着阳光 传递着正能量的这样一位歌手 我觉得他是我的榜样 他的从音乐啊 然后他的审美 加上他一体化的演唱会 都是在国内非常一流的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向他靠近 希望春春掌门可以身体健康 顺顺利利 这个是我最真诚的祝福 兄弟 是最坚强的人 是最坚弱的人 是好好荡荡 念念不忘 多情的灵魂 我坚强的人 有我坚弱的人 我坚弱之身 你眼中的星辰 纤细与天真 明媚如照样出生 云红耳根 你唇上的细纹 和轻描淡写口吻 你唱着谁的心声 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 你爱过什么人 有多少穿 我坚强的心声 病症是不是夜角 年轻齐生 你唱碗上的痕 可这不是有多疼 脉搏胸部 体温 一寸一尊更倦 是最坚强的人 是最脆弱的人 是好好的 念念不忘 多情的灵魂